这点看着宝瓶口看清楚 这更帅了 这就更清楚了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人字滴的最前沿 这个小岛呢 因为它的形状像一个人 所以叫人字滴 所以这个人字滴呢 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鱼嘴 其实杜建水利灌溉工程呢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有无数的鱼嘴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飞沙液 是泄洪的一个通道 是排沙功能的一个通道 同时我们的人字滴溉洪道 还是另外一个飞沙液 一般飞沙液呢 每年都会排红 但是人字滴不是 人字滴只有遇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的时候呢 才会发挥作用 所以平常看不到人字滴溉洪道的功能 但关键时候可以看出 李宾对于整个系统工程的考量 他不定是考虑五年 十年 五十年 要考虑百年 千年 万年 这种洪水的极限值怎么去处理 我们下面就看飞沙液到底怎么发挥作用的 这会儿呢 我们就到了飞沙液了 这是杜建水利工程的第二个主体部分 从岛的那段到这段 它都叫做飞沙液 它的名字就体现了它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 它是液的功能 它跟其他液没有什么区别 它就是一个坝 但是在洪水季节来临的时候呢 水位会高过飞沙液的高程 整个的水流就可以通过它来泄洪 排走过量的洪水 同时利用弯道的制约的作用排沙 所以它是在风水期的时候呢 排洪排沙 在枯水期的时候呢 蓝水灌田 双向功能基于一身 所以它叫飞沙液 那这个所谓的碎修啊 就是每年它要在改造修上 这个意思 对 碎修呢 从它的表面自己来理解 它就是年年岁岁要修 但是碎修这种制度呢 它分几个部分 第一叫碎修 第二呢叫大修 它三年一大修 五年要特修 遇到特殊情况还要进行抢修 所以碎修这种制度呢 它不仅仅是说每年修一下就完了 它是一个灵活的 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修建制度 所以它也是作为都江燕 不为人知的第二个秘密 也是第二个伟大之处 就是碎修制度 碎修制度已经传承两千多年了 这时候我们在溯源到它的最前沿 鱼嘴去看都江燕 前面就是鱼嘴 鱼嘴 也是整个都江燕水利工程的最前沿 终于看到鱼嘴了 走到了鱼嘴 门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明江水流从整个的崇山峻岭之下奔腾而下 这么大的水流在此被进行了一个驯服 驯服的一个核心不在于把它堵住 而是在于分流 分流以后的水流就形成了内外两江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它开始分江了 四六分水 它在整个修建的时候的内江河窗就挖得深一点 所以在酷水期的时候 水旺低数流首先进入内江 保证有充足水流对灌区进行灌溉 但是它在修建的时候 外江的江面修得比内江的江面要宽一些 所以在风水期的时候 外江江面越宽 它的横切面随着水位的抬升就会越来越大 它的排红能力是随着水位的提升而与日俱增的 所以外江能够在风水期的时候 排走60%的洪水 所以就起到了一个四六分水的作用 四六分水只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功能 叫二八分沙 其实我们在所有的水利工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记得 最难的点不在于分流 是在于排沙 排沙对 因为我小时候第一回看涂阳宴的时候 我就对排沙这个印象特别深 因为全世界很多大的水利工程 最后都毁在排沙上 咱们国家小浪底 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包括我上埃及尼罗河 它在阿斯茂修完以后 也导致沙下不去 它尼罗河下游这些 风配肥沃的土壤就没有了 没错 包括红河后来成全河了 盛态环境下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 它解决了一个全世界 对于泥沙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 在都间院得到了解决 它的前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成一个浅浅的弧形 那么整个的明江水流 顺势冲下来以后 受到前边的滴巴的制约 所以造成回流 底层寒沙比较多的水 随着离心力的作用 被卷到了表层 所以外浆作为取水的主流 80%的沙 随着主流给排走了 所以20%的寒沙量 进入内浆 但仅此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通过飞沙宴 再次排走 内浆寒沙总量的75% 更少量的 可以通过人子第一红道 给卸走 它有无数的丸道 来解决排沙的 所以它做了一个 大型的净水器 飞沙宴在排沙的时候 最后进入的 都是上面清洁的水进入 然后有沙的沉下来了 所以为什么宝平口雨下的寒沙量 占据不到整个明江寒沙总量的5% 所以它对于整个的泥沙问题的解决 和水流的分流问题的解决 都是非常完美的 在这里雨嘴呢 其实也要提到一个 就是灌溉的起点呢 就在这里 所以它整个从雨嘴开始呢 把整个江流分作内外两江 其实内江再往下呢 再次地分作两江 不断地二分二分 其实通过无数的雨嘴 造就了整个的 秘如珠网的灌溉渠隙 从这里是一个顶部 从这个顶部呢 就像一个张开的折扇一样的 然后慢慢地 往四个方向去倾斜 倾斜开了以后呢 一个折扇的冲击平原就出来了 这就是成都平原 它从初期啊 它的灌溉面积呢 只有不到五十万亩 但是到现在呢 已经超过了一千万亩 灌溉了七个市 三十七个县 一千零三十三万亩的区域呢 都是受到了它的滋压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的成都平原 就慢慢地扩张成为了一个 养育几千万人口的一个平原 成都奠定了一个 世界的美式制度 休闲制度 也是中国中西部的 国家中心城市 遗憾的就是 这种系统的 道法自然的 人与之安 和谐的水利系统 而没在地球上 很多国家 很多工程中应用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包括这种 雨嘴分流 我希望还是 那都没有隐形的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 有万里走单级 对 所以我们在这种 肩做柔做的这种对比当中 可以看出礼宾的这种智慧 我们现在就去体验一把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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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